直入方面 谁有无垒的新剧 公牛 明明肆无忌惮 观众却并不反感 广告直入就是这个东西 不管是之前的经典老剧 直到今天 仍然离不开高质量的生产 如果没有资本背书投资 会不会引起外界的猜测 是不是剧圈人不看好 当年 璀璨星光 匆匆定稿 正片的后期 连剪辑都没有剪辑干净 自然没有广告 观众边看边笑 突然没有广告弹出 心里有点不舒服 吴磊和赵露丝的组合 一直被诟病没有直入物 那么大家就会发现 越来越多的品牌商参与其中 节目结束后 平台还举办了 不对外开放的庆祝晚宴 可以看作是 对项目成果的官方认证 男女主都通过角色成功晋级 吴磊的潜力 再次受到央视的关注 从偶像剧的男主 到如今孤身一人的 妩媚小生 23岁 正好是参演 言情剧的好年纪 零步一之后 送三川登场 这一次都是爱的阵容足够了 品牌标志无处不在 观众喜欢他们 植入场景合适 产品与角色消费力对等 比赛场地设计优秀 首先 节目方和品牌方非常坦诚 花钱合作 一定要官宣 把产品福利给看剧的观众 到目前为止发布的官方品牌 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品牌 从家具到牙膏 有很多物美价廉的产品 即使电视剧没有打广告 网友们依然有购买的欲望 只不过是剧情的打磨和加法 让产品看起来更有魅力而已 而且 植入的店铺和东西 不再是悬浮在空中 这与时代背景不同 女主和闺蜜虽然都是三十多岁 事业有成 但无论是花销还是家境 都算不上富裕 所以每天下班后聚在一起 喝点青奢品牌的酒 一次只喝一杯 放在桌子两边不会太突兀 品牌名称也暴露了 即使没有刻意使用台词 和英语 观众也能理解 然后男女主选择了见面吃饭 这是一家装修简单 但不失时尚的馄饨店 那时候两人还没到清热的地步 只是去吃个便餐 无论是份量还是口感 馄饨都非常适合同桌小拙 小场面烟火器 大场面满logo 恨不得给观众打耳光 第六季结束 羽毛球比赛正式开始 在常规场馆 赞助商本来就是印在招牌上的 所以在剧中自然而然的一一还原 蓝色背景下的几个品牌 从国民三奶到数码巨头 不时出现 适当的摆放也让节目中的游戏 看起来更加正式 赞助商的无心出场 是吴磊这部新剧没有被观众拒绝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剧本 吴磊和周宇童对姐弟恋的演绎成为了逆境中相互救赎的光芒 姐弟恋长久以来一直在恶性循环 我也一直在写这个题材 雄性以凶猛为主 雌性以外表强壮为主 一个心软的小姑娘不分年龄差 本质上就是玛丽苏的爱 幸运的是 这就是爱并没有效仿 梁又安和宋三川天真暧昧地相遇了 女人滴了点眼药水 缓缓睁开了眼睛 见眼前的俊美少年稍稍清醒过来 嘴角微微上扬 两人只是对视了一眼 小细节的设计 让人心潮澎湃一阵子 这是中国人执着的含蓄表现 宋三川的运动生涯屡屡受挫 但梁又安坚定地站在她的身边 认可了她的价值 梁又安被朴信男骚扰 宋三川说姐姐要咖啡 朴信男被气得目瞪口呆 两人互相帮助 互相影响 因为相同的三观走到了一起 吴雷与周宇彤的合作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那么 你们喜欢这部无良剧吗 杨杨新剧道 派拉蒙同款眼镜连连受庆 杨杨新剧再次开播 你是我的荣耀 热播 此次 杨杨饰演的角色名为于途 是一名航天设计师 可以说与之前的完全不同 对杨杨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也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感受 剧中的于途虽然只是业余选手 但在职业比赛中却轻松拿下冠军 继续发挥杨杨特有的学生神特质 杨杨新剧火爆 剧中玉兔百乐门同款眼镜一次又一次受庆 作为军旅背景深厚的演员 杨杨在生活中一直给人一种特别阳光大方的感觉 在 你是我的荣耀 中饰演的于途 依旧是精英范十足 杨杨新剧火爆 剧中玉兔百乐门同款眼镜一次又一次受庆 然而在剧中 他奔跑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表现出更丰富的情感 时而忧郁 时而深沉 时而骨感 笑容十分干净 那么 杨杨饰演的于途什么时候最帅呢 当然是时候认真起来了 杨杨新剧火爆 剧中玉兔百乐门同款眼镜一次又一次受庆 尤其是杨杨戴眼镜的造型 更是成为整场秀的点睛之笔 杨杨新剧火爆 剧中玉兔派拉蒙同款眼镜一次又一次受庆 这些片段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粉丝 8月10日 一组玉兔眼镜杀人剧照走红社交网络 相关话题直接登上微博热搜榜首 一时间 小红书 微博 豆瓣 贴吧等社交平台铺天盖地 艺人和电视剧迷都在讨论洋洋眼镜的款式 各界网友也加入了找玉兔同款眼镜的行列 杨杨新剧火爆 剧中玉兔派拉蒙同款眼镜一次又一次受庆 不过神仙猫子 杨杨翻试 和一些眼尖的网友很快发现 杨杨在剧中戴的眼镜来自他代言的品牌派拉蒙眼镜 没有所谓的奉献 杨杨新剧火爆 剧中玉兔派拉蒙同款眼镜一次又一次受庆 网络流行的眼镜款式来自派拉蒙的复古霉条系列83433 金属霉条的造型精英 有干练的气场 非常适合职场白领和职场人士 杨杨新剧火爆 剧中玉兔派拉蒙同款眼镜一次又一次受庆 杨杨新剧火爆 剧中玉兔派拉蒙同款眼镜一次又一次受庆 安利宇航工程师玉兔 七夕前后大批粉丝涌入派拉蒙天猫旗舰店 抢购玉兔眼镜83433 该款眼镜迅速受庆 目前正在热卖中 玉兽状态 其中 有买家希望通过玉兔同款重现玉兔式男友 也有女性用户索性买来自己戴 掀起男进女装的小热潮 杨杨新剧火爆 剧中玉兔派拉蒙同款眼镜一次又一次受庆 我和玉兔戴同款眼镜 感觉和玉兔更亲近 终于找到戴教科书的男朋友 七夕男士新礼物 男朋友戴上他赚钱了等 我们在玉兔上买了同样的眼镜 似乎又找到了一些新的乐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